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第一条信息是 讲一个离奇故事,不一定真实 千万不要赌 四个老太太打麻将 打得小,输赢不超一百块 那天公安抓赌 全抓进了拘留所 罚款五千,公安通知家属交钱领人 我同事的老岳母 被抓进去了 她老婆哭啼啼的,怕老娘受不起惊吓 她立马拿五千块钱 把老岳母接了回来 其他三个家属都不肯交罚款领人 没办法 公安又来了电话 说是经领导研究 看在年老多病的份上 便明服务,可以交三千领人走 要不然,就得拘留十五天 罚款不能免 后来,公安又来电话了 催促家属快点过去领人走 罚款捡到五百元 但张家老太太的儿子 恳请公安严肃处理 说是老太太成天打麻将 几次忘记接孙女放学 把孩子晾在学校里 要求对惯犯加重处罚力度 必须拘留三十天 夜里十一点 警车开到了门口 两个年轻警员 把老太太扶下了车 一个领导模样的警员 把老太太扶进了屋 然后 要求子女教育好老人 别再聚众赌博 临走的时候 一再强调完毕归照了哈 还要求合影拍照 说是档案馆里 还拿出一张纸 要求子女签名接收 但张家儿子 死活不肯签名 说是老太太 刚从拘留所回来 情况怎么样 还不清楚 明天去医院全面检查后 才能确认签名 这下警察不干了 又是递烟 又是陪笑 拍肩搭背地称兄道弟 张家儿子心已软 才签字接收 警察如是重负 一溜烟开车走了 第两条信息 知乎上有人问 如何看待河北承德 一程序员在国内 为海外软件公司工作 一次被没收百万违法所得 有人这样回答 大家不要加班996了 因为996是违法的 所以你在996期间的收入 都是违法收入 承德罚款程序员的这个事 已经让技术圈的人震惊了 他的可怕之处在于 如果按这个石油 去定罪罚款 那么整个中国技术性行业 应该可以不用发展了 无一漏网 各个都能伐没 国内的大厂互联网公司 百度 阿里巴巴 腾讯 360等等 这些巨无霸科技公司 统统得破产 包括小米 华为 OPPO等手机行业公司 也不会例外 没有一个公司 不用get them的 越是小的地方 越可怕 越是小地方 越没法讲道理 国内卷 找不到工作 通过其他渠道 能够养活自己了 又有人蹦出来说 非法上网 罚没收入 那帮老爷们应该想想 没有这个get hub 他如何工作呢 难道你们发就寄金吗 除了一线城市 其他城市都不行 都存在这个问题 还有人说 我是违法超生的 我这一生的收入 都是违法所得 但是也有人发帖说 这两天有个程序员 因为给境外公司 提供编程劳务 结果被罚款 并且没收劳动所得 闹得沸沸扬扬 有些大力 就开始出主意了 说一定要远离小地方 小地方普遍比较吃相难看 粗暴不讲理 还是尽量去北上广深 这类一线城市 他们吃相起码能好一些 听完之后 我有点哭笑不得 还有些心酸和无奈 我承认他们是好心 也承认这可能是 没办法的办法 但我还是要说 他们真是太单纯 太幼稚了 你们凭什么认为 一线城市吃相 就会好一些呢 你的依据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觉得 他们有身份有地位 也有钱 有钱就心善 心善就不会逮到 一只蛤蟆钻出尿 可这些 不也是你自己感觉出来的吗 有哪条明文规定 写了一线城市 就一定心善 他今天心善 明天就一定能心善吗 他明天如果不心善了 你再接着躲 是吗 你还能躲去哪里呢 反正就是别人打你一下 你就躲一下 直到躲无可躲 然后再自我安慰 他虽然也打我 但是比别人打得轻多了 你说你见不见呢 就拿赌场举例 你明知道赌博是坑 但你还是愿意去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他有规则 而且是明规则 规则就是他的信誉 信誉就是他的生命 在这种规则下 你愿赌服输 可如果是一个野鸡赌场 你就觉得这个老板心善 觉得他人品正直 你就敢去玩吗 今天躲一下 明天妥协一下 后天侥幸一下 为什么就不想想 问题的根源 为什么不想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明文规定 翻墙就是违法的 违法收入就是要没收 至于编程算不算违法所得 解释权也不在你嘴里 至于有的地方守松点 有的地方守紧点 那也只是看他们心情 看他们想不想弄你罢了 今天不弄你 不代表永远不弄你 他们不弄你 不代表你不违法 不弄你 你每天就能坦然吃得香 睡得香 不用生活在焦虑之中了吗 你还是想想 怎么从根源上 规避这种风险吧 比如上网信道的问题 比如收款渠道的问题 比如电脑 如何做到隔离和无痕 而不是东躲西藏 其实这也是治标不治本 还是想想 怎么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吧 而不是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经常说小地方人 这个重点是人 而不是小地方 指的是小地方人的思维方式 你只要还保留小地方人的思维 即使去了大城市 以为就万事大吉了 没有忧患意识 任不清形势 早晚也得掉坑里 因为我也是程序员出身 所以对这个职业 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我时常感慨 我们这一代程序员 都被996给毁了 本来都是一群 聪明有才华的人 可是 长期在996的泥潭里打滚内耗 人文知识匮乏 社会经验缺乏 社交能力弱化 情感障碍 身体也干完了 除了赚点小钱 可以说是半个废人了 脱离996的工作 找个小地方 自己踏踏实实 消消停停 安于寂寞干点事吧 结果还是这个结局 这届程序员 真是遭了罪了 上面是这位网友写的 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 不代表本频道意见 承得公安法程序员 纠缠具体案件处理 是否得当 没有多大意义 这事反映出的核心问题 有两点 第一 翻墙罪和文革期间的偷听敌台罪 本质上一样 是封闭保守的表现 和深化改革开放 背道而驰 第二 法治的基本精神 是官民一致 法无例外 胡锡进可以翻墙 正能量大 逼可以翻墙 其他人翻墙就要入罪 是典型的人质 上面两个问题解决了 程序员翻墙被罚没收入 这种奇葩事就不会发生 即便发生了 也能很快纠正 不会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我们来看看承得的数据 就知道有多黑 当然了 黑的绝不止承得一个地方 这件事 引发了网友 对河北承得政府 工作能力的质疑 随后 有网友翻出 承得这个城市 可是相当擅长罚款呢 2022年 承得市财政收入123.9亿元 其中 税收66.5亿 同比下降20.7% 非税57.4亿 同比增36.1% 这座城市 非税收入 占财政收入46% 非税收入中 罚没高达9.8亿 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承得335万人口 平摊到人头 承得人均罚了290多元 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 河北省11个地级市中 承得排第11 打开承得市政府的官网 随便一搜 就是一大落处罚决定书 第三条信息 新闻 朱亚文 萧央 黄晓明 加盟陈凯歌芯片 志愿军 雄兵出击 下面是网友的跟帖 整个剧组 高喊打倒美帝的时候 陈凯歌的口袋里 调出一本美国护照 演员们 一窝蜂的弯腰 帮成导演捡护照 哗啦啦 地上掉了一堆联合国军的护照 好有画面感 第四条信息 国内油价 为何这么高呢 我一直以为 只是比别人高一些而已 直到前两天 一个车友去了马来西亚回来 他告诉我说 马来西亚的95号汽油 售价折合人民币 两块多一升 没错 两块多一升 国内95号 目前是9块多一升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马来西亚的汽油 是从中国进口过去卖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卖给马来西亚 是多少钱一升 卖给我们自己人 又是多少钱一升 第五条信息 关于印发 广西建工集团 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鼓励员工自主创业 自谋职业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公司所属各单位 本部各部市 经研究决定 现将广西建工集团 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鼓励员工 自主创业 自谋职业管理 暂行办法 引发给你们 广西建工集团 第四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9月21日 其余还有很多内容 就不读了 也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这公司要求员工 自谋职业了 还有下面这则信息 说明建筑行业 房地产行业已经不行了 近期 南方一家建工集团子公司 发的关于企业现状 专题请示 流传出来 列举了当下的惨状 请示中指出 三季度以来 公司经营 未能扭转被动局面 处于整体崩盘边缘 拖欠农民工和员工工资 矛盾十分突出 全年预计亏损3.1亿 拖欠员工工资2.08亿 拖欠农民工劳务费 16.76亿 对外融资50.6亿 无力偿还 公司目前施工生产 面临停产 项目承接 无法正常投标 恳请集团 给予专项应急资金支持等等 目前 该建工集团已声明 网上流出的请示文件 是伪造的 但是 我相信网友们 自己能判断是真是假 第六条信息 界面快报 上海航运交易所公告 本周出口集装箱市场 运输需求增长乏力 运驾继续下行 评论 航运不行 说明进出口不行 有个聊天截图 内容说 瑞银资金盘 再曝光一下 我们群 全部被割韭菜了 现在是不是 去报警也没用啊 万分之一概率 涨记性 别贪了 八月份就察觉不对 已经往外提了 想着十月一日放假前 能提回来 就不亏了 结果今天崩了 群里多的 差不多一百六十万 少的十几万 二十几万的 三十几万 四十几万都有 全部都是信用卡 花呗 威力带 借呗 好几个 都要去跳楼了 据联合早报说 全球米价 今年以来大涨百分之五十 从年初的 一顿四百美元 约五百四十新元 现在已经上涨到六百美元 印度禁止 菲巴斯马蒂米出口后 米价 最近一个月内 直接窜升近百分之二十 米价还会涨更多吗 全世界会陷入缺米危机吗 第七条信息 贵州城投债 化债办法出炉 简称四百三十三方案 具体来说 就是政府只付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三十以流动性不好的资产抵押 百分之三十债权人自愿放弃 其他省也有 下浮百分之二十 负百分之五十 总体上 这各省城投债 普遍是存在赖涨 只是赖多少的问题 而且抵押的资产 也是长期投资 利息也很低 这些减损部分 谁来单售 债务货币化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五毛印钱 冲底债务 最后 就是大通涨 很多人说中国通缩 我是不同意的 很快将会看到大通涨的到来 中国人有得惨了 换个说法 其实质仍然是赖账 下面是截图的内容 回答标题问题 债务货币化 就是央行通过印钱 来稀释债务 向委内瑞拉 京八部位的央行 直接买国债 地方债 企业债 甚至银行坏账 这么做 必然会导致 严重的恶性通胀 货币大幅度贬值 第八条信息 两座大型城市 人口千万的 都妇科没有人了 今日 突然见到银州二院 产客正式观科 因为这个医院 并不是在偏远地区 而是在经济发达的宁波市 我很难相信 接着 我查了人口超过 1100万的东莞市 的两所排名第一 和第二的医院 排名第一的 维持每周 有一个产科医生 排名第二的 只有复科 没有产科医生 生育率多么可怕的低 人口千万 不想生小孩 更严重的是 产科官科 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是幼儿园官员 小学中学官校 大学停招 工厂关门 人口问题 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这个问题 越早意识到越好 第九条信息 下面是一位网友的帖子 马云 已经不再说大话了 刘强东 也不再回对了 周红一 已经很久不发牢骚了 于敏红 也不再煲鸡汤了 雷军 也不再讲段子了 马化腾 已经变得安静了 李彦红 已经失踪了 张朝阳 去搞物理了 丁磊 也不再说话了 王兴 留下一句话 这可能是未来十年里 最好的一年 网友说 树上有十只鸟 打死了一只 问 还剩几只鸟 不要老想着发财 现在的行情 能养家糊口 就不错了 不要总是自己为难自己 好挣钱的时候 你都没有发财 更别提现在 现在是挣钱 比抓鬼还难 有人说 计划经济的本质 不是计划什么经济 而是计划人的行动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听我的计划安排 不听话者不得识 下面是一位餐饮老板写的帖子 虽然距离九月结束 还有一周时间 但现在 基本可以盖棺定论了 今年的九月 可能是餐饮行业 有史以来 营业成绩最差的九月 不是某个品类 而是除了快餐之外的 几乎所有品类都很糟糕 普遍性下降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前三年 如果某个月 营业成绩差 还可以归咎于疫情 如果是国庆后 还可以归咎于消费淡季 按以往的惯例 暑期消费高峰 会跨越九月 到国庆后才结束 但今年的九月 尤其是下半个月 没任何征兆 没任何道理情况下 快餐之外的全品类 几乎都断崖式下滑 这几天很多豪侠会学员 和餐饮同行 来问我为什么 也有媒体来采访我 问原因 给大家说声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原因哈 我也猛逼中 接下来一周 基本不报希望 就只等国庆行情了 如果国庆期间 餐饮生意 还是像五一节 那个鬼样子 那么 可以提前预见的是 今年真正的倒闭潮 会在国庆后涌现 第十条信息 山西大同校园七零事件 的施暴者之一的爸爸 将抖音号名字 改成了 受害者父母 已经拿钱和解 这样的做法 怎么感觉有点洋洋得意呢 是觉得自己 在这场事件中胜利了吗 就这个事件而言 受害者家属 有权获得赔偿 最终是这个结果 也可预料 毕竟两个施暴者 都是未成年人 除了父母教育 也没有办法了 但是显然他们的父母 也不像会教育的 那么这两个孩子 基本上已经毁了 只希望以后 不要有再被他们欺凌的人了 此外 也希望网友 不要因为受害者父母 此前不想要钱 只想要公开道歉的态度 与现在的结果不一样 而攻击他们 毕竟 就算他们最终 获得了公开道歉 也没有意义 因为就该抖音号名称 这一行为 以及网友 扒出来的东西来看 他们就算道歉 也不可能是发自内心的 最多就是迫于 舆论的压力罢了 孩子的罪恶来自父母 应该让未成年人的 霸凌行为 让自己的监护人承担 根据成人标准 犯罪等级处理 看看还能不能 好好教育孩子 本频道评论 上面这位网友 写的最后一段 我是不支持的 教育是要教育 但将罪责 原封不动转移 给监护人 是不妥当的 在这件事上 两名世报未成年人 也有责任 家长有责任 学校也有责任 各负各的责任 未成年人 也可以送到管教所 加以管教 如果中国没有管教所 也可以增设 专门管教校园 霸凌的未成年人 下面是一位网友的劝告 当然了 这不代表 我完全认同他的意见 把他的帖子读出来 仅供大家参考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 都是不同的 我跟大家说哈 北方三四线小城市 千万别去民办学校 收费越高的 越不能去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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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在没有产业的地方 有钱人都是什么人 都是有关系的 体制内的 或者能欺负人的 这些家长父母 都是无法无天的 从来没想老老实实过日子的 你要选择 在北方三四线城市生活 你就让孩子 老老实实过平民的日子 好好上公立学校 不要攀比 死命读书 不要去什么双与民办学校 如果你不服 非要上私立 你就狠心 搬去南方有钱的地方 搬去绝大多数有钱人的钱 都是自己挣来的地方 不要去那种有钱人的钱 是大风刮来的地方 上民办学校 他们的孩子 都是惯坏的 你看到的事情 只是极端的现象 但是不极端的事情 也常有 就算不霸凌 那些父母的钱 是大风刮来的 他们孩子的心态 会极端坏掉 不是抑郁了 就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可以为所欲为 我话说的 是不是够明白了 下面是一位网友写的帖子 讲述他身边人的故事 我一个发小 他爸是博士后 那年头 博士还后 简直就是行走的LED灯 到哪都是闪的 他爸自己 开了个挺大的公司 然后使劲击娃 奈何发小 就是天资平平 底盘略低 小学就开始琴棋书画家摄影 真的好可怕 终于 他勉强进了三本 他大姐来着 他把打麻将赌钱 把他家企业全输光了 我们回去看他 本想劝劝他 结果 他那叫一个荣光焕发 我认识他那么多年 没见他那么精神过 他说 哈哈 终于证明 败家子不是我 他说这话 真的有种大仇得报的痛快 最近见他 已经完全是一个平庸大叔 用个小电瓶车 载着他爸去办交通老年 正傻的 乐呵呵的 他们父子 其实长得特像 两个都白白胖胖的 像两坨糯米团 在电瓶车上一颠一颠的 特别逗 所以 能不能接受孩子平庸 根本不是你能决定的 老天爷 有的是办法让你接受 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朋友圈 分享给你们 我一直想 一个人独居 怎么才能保证安全 思来想去 我决定有空给自己 定制一个遗照 放在正对门口的柜子上 这样 不管是抢劫 还是小偷进门 第一眼就看见我的遗照 第二眼就可以看见我 一定会吓得魂飞魄散 知乎上 有人问 老师教过你 最奇葩的知识有哪些 有人回答 写个真实的笑话吧 本科那会儿 有门很保密的课程 连笔记本 下课后都要回收那种 其实内容非常落后 我们一直不解 上到最后 忍不住问老师 老师 为啥这么落后的东西 我们还要这样保密 老师是个快退休的学究 只见他思考片刻 推了推眼镜 说道 因为我们 不能让敌人知道 我们原来这么落后 第十一条信息 下面是一位网友的吐槽 一个精心筹备的访谈节目 突然取消 说作不了了 昨天晚上接到消息 非常愤怒 睡了一觉 醒过来愤怒不见了 剩下的是迷茫和惆怅 我做这一行 六年了 我还记得刚入行那会儿 电影媒体环境 还是相对宽松的 至少采访结束 不用审稿 提问只要不涉及到 太隐私的事 也不会被打断 导演和艺人们 有比较强烈的输出欲望 图文内容和视频内容 都能做出花来 我身边的同事都很厉害 我对他们既钦佩又羡慕 因为他们经历过更好的阶段 尖锐地向艺人提问 如果文语领域有大事发生 会第一时间刨根问底 并理清其中的脉络 电影市场繁荣 延展的内容领域同样兴盛 观众爱看电影 也爱看电影相关的各种内容 但悄悄地 事情发生了变化 艺人们开始收声 甚至进入寒蝉 曾经激进地变得温和 曾经温和地 更习惯了打哈哈 而那些拒绝改变的 全都消失了 内容创作者 开始失去话语权 提纲要审 稿子要审 视频要审 不合适的问题不能问 不合适的话语需要改 不合适的镜头必须删 一人提前把问题的答案备好 媒体沦为宣传工具 采访也只是成为了 流程环节而已 有时候 真的不如直接写好了发给我们 前两年 短视频平台崛起 行业一窝蜂的拥抱短视频 把做直播 拍段子作为第一要务 后来短视频转化率效果降下来 又开始寻找新的方式 观众的喜好在变化 电影行业链条内的上游和中游 也像眉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方向 但没变的是 对于内容创作者的尊重度 越来越低 而自身保护意识越来越高 我当然也理解 这是一个一言不慎 就会被放大 甚至万劫不复的时代 既然怕说错话 那不如不说话 既然有风险 干脆杜绝一切风险 但我认为观众的审美品味正在变化 大家已经不满足于 只看快问快答 星座大揭秘 你的化妆包里 有什么这样比较简单的内容啊 观众一人作品之间 需要建立更深入 更透彻的连结 而不是你防着我 我防着你 你利用我来获取名声与票房 我利用你来获取虚荣感与流量 真诚的电影越来越少 真诚的电影人也越来越少 就像我前一条说的那样 所有我们能看到的 能听到的 都是安排好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文娱生态 有什么意义 自然也会对现在的工作 与坚持做的事情 产生自我怀疑 我想这样的情况 不仅仅只存在于文娱行业 也许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但到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后 我们的后辈们 每天又能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呢 很多事情不该是这样 很多事情却只能是这样 下面是搞笑的段子 铁之闷 如果把你的一生写成书 你会给书取什么名字 二狗子说 十万个为什么那么穷 躺平说 躺平一辈子正方形说 四大名著改写篇 梦游记 买楼梦 水货传 三无演义 王大鼓说 末期少年穷 末期中年穷 末期老年穷 是者为大 暴墓者的眼泪 第十二条信息 知乎上有人问 有哪些成本 是老板们开公司前 未曾预见到的 有人回答说 十五年的时候 和朋友开了的烧烤店 租房乱七八糟 弄起了花了不到四万 本身就没多少东西 租的地方 也是个破小院子 准备开始干 第一天牌子装上 城管第二天给拆了 带走了 说 要统一规划 这一片牌子 要统一制作 一人三千 我寻思 我自己弄这牌 也才两百 照着别人的 又做了一个 第二天 城管又来了 把烤炉价走了 说要买无烟设备 一文价格 最便宜的八千 大一点的一万五千 淘宝一查 实际只需一千五百 但是 城管要求 必须买他们规划采购的 我没买 我自己买了无烟烤炉 寻思 这就没法弄了吧 过几天 三天两天查你卫生 消防 好 都弄完了 没啥毛病 一周以后 夜里 店让人撬了 炉子给偷走 我就纳闷了 店里值钱的东西也不少 不说别的 冰箱什么的 也比炉子值钱 你就偷个无烟烧烤炉 你说 能是谁呢 我报警 当然 最后是不了了之 然后 我找同行兄弟聊天取经 兄弟指着自己那厨房说 我这无烟设备 一万五千上的 每年给来查的那群制服十万 不管我用什么肉 也不用管我多大烟 只要吃不死人 就算我站到经营 都没人管 当天晚上 我昨末半晚上 和合伙兄弟聊了聊 确实不是吃这饭的料 没这么黑的心 也没那么厚的脸皮 也不想整天跟着群东西生气 第二天关店 东西全打包二手出了 用十一个月 学费一人小两万 你问 创业有什么事没想到的 没想到创业路上 全是感恩吧 没想到这破事 能得到过万的点赞 还有人质疑事情是假的 也很正常 要我没搞之前 也不相信这么多批事 至于事件中的地址 是山东资博张店 和知名导演小册同城 我张店的烧烤是好吃的 坏的 只是某些人的心罢了 至于我个人事件真假 假如有人在资博 可以去问一下 本地小有名气的玉米地老板 和七零八零烧烤 文林烧烤的老板 都是我好友 最近一直比较忙 也没空回复 像这种事 谁也不希望有 不过大家当一乐看 也就差不多了 第十三条信息 警方回应 网传青岛外卖小哥被捅 网传青岛两名外卖小哥 接连被捅成重伤 警方回应 案件正在调查中 9月27日 网传青岛市 李仓区向阳路一宝城 李村店门口 有两名外卖小哥 被捅成重伤 据网传视频显示 有两名男子 浑身是血 躺在路边的人行道上 旁边还停了两辆 用于配送外卖的电动车 拍摄视频男子称 躺在地上穿白衣服的男子 身受重伤 捅人的男子已经跑了 视频还显示 警察和急救人员 来到了现场进行处置 附近餐饮店的店员范先生 告诉杨子婉报 紫牛新闻记者 网传的两外卖小哥 被捅事件 发生在9月26日凌晨1点左右 我看到的时候 两个人已经都躺在的上 身受重伤 但是直到警察来 都还有生命迹象 捅人男子也满头是血 跑到后面停车场 收费亭旁边蹲着 捅人用的刀 就放在他旁边 他还让停车场的人 帮他报警 范先生表示 当时他看到警察来了 就告诉他们 停车场还有一名受伤男子 警察就让我带着他们过去 警察看到男子身边的刀 就进行询问 捅人男子 当场就承认了 刀是他的 随后就被带上了救护车 吴理人男子 建议 刀